這很大 刑警走近菜園 但眼前的菜不是菜 這是一整片大麻田 這個也是 園警帶著嫌犯 往前走了好幾公尺 這片田真的很大 大麻啦 對啊 大麻 這種多久了 這種五六個月了 有沒有賣出去了 沒有 有沒有說過 沒有 南投竹山警方 偵破一件大麻案 嫌犯在竹山 租來一片菜園種大麻 雖然地處偏僻 但沒有遮蔽 警方接獲情思 追查時為了不打草驚蛇 還先出動了空拍機搜證 確定後繽紛多路 同步搜索 追查出這座菜園裡 一共種了268顆的大麻植株 每顆幾乎都有兩三公尺高 品種是俗稱的火麻 還找到了400多公克 大約3000顆的種子 和大麻花兩公斤 數量值多 警察開小火車來載 還得分好幾趟 這有說啊 光是搬這些大麻植株 園警們搬得汗流甲背 搬金的警局也放不下 得分批逐一拍照 詳細記錄每一株大麻 劉姓犯嫌以種植櫻瓜作為掩護 在櫻瓜園裡面 種植大麻 一舉茶貨大麻268株 高度最高達3公尺 那樹幹的幹徑 最初像手臂那麼的粗 茶蔻的價值超過1000萬 警方調查 嫌犯流姓男子沒有毒品前科 本來就是一名農夫 之前種的是櫻瓜 他自稱因為投資失利 欠債上千萬元 為了還債挺而走險 還認為種大麻就是植物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來 就算真的有人問了 他也會說這是新品種的植物 自己還在試種中 警方搜證時也找到了電子磅秤 植栽培養土等相關證物 去年被移送偵辦 幾個月後現在案件徵結 嫌犯也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遭檢方引起控訴 TVBS新聞陳家貴南投採訪報導